35. 星島日報 內地服務業PMI 逐疲約 2015年7月4日星島財經B11月份 中國服務業PMI 跌至近五個月新低 反映內地經濟進一步失去動力 北京要推出更多刺激經濟措施 歐來區服務業動能則有所增強 受惠於歐央行買債 製造業人手迅速減少作而P-Market聯合公布 6月份中國服務業採透經理人指數 PMI 跌至51.8 9月份跌53.5 跌1.7 為近五個月新低 Market經濟學家Annabelle Fitz 指出 中國經濟面臨進一步失去增長動力的問題 尤其服務業部門、商業活動、新頂單 就業指數增長放緩顯著 對未來營商環境的樂觀情緒也偏向忠誠 同時 製造業公司正以近六年最快速度縮減人手 令產出連續兩個月出現微跌 歐盟統計局公布 歐來區6月份Market綜合 PMI 中值為54.2點 我月升0.6點 亦較早前公布的初值升0.1點 為四年新高 服務業PMI 中值亦升0.6點 至54.4 符合預期 歐來區第二季經濟增長達0.4% 與第一季相約 Market首席經濟學家威廉心子 歐央行在過去四個月 實施以1.1萬億歐來買債的刺激經濟措施 有利吸引個人消費以及企業投資 亦暫時蓋住登期困擾歐來區的負面情緒 但短期內經濟增長仍有不明朗因素 取決於稀債問題的發展 英國6月份Market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中 直側58.5點 我月升2點 好過預期 為下週的英倫銀行會議 提供重要參考